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质的家具都没有呈现一致的风格 而太多杂乱无秩序的物品 让卧室显得凌乱不美观 该如何打造才能界定格局 统一居家风格 让屋主风光赢得美人心呢 哇 真的差好多 你那时候要重新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怎么去做分配 为了改造是因为刚好我们要准备结婚 那准备结婚之前 一般来讲新房都会做一些改造嘛 那一般来说改造只不过就是换一些家具 不过对我们来说 整个空间氛围还是最重要的 希望在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生活的开始 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因为当时我们本来床是在外面那一区 那外面那一区因为很多光线 早上起来吃眼 加上窗户一打开的话其实晚上睡觉很吵 外面声音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选择把床移到里面来 那原来这边虽然是客厅 可是这个客厅又没有光线 那有时候早上起来啊 坐在那边看本书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往外移 那往外移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需要一个书桌 那我太太她特别喜欢一个高的八台桌 这样子她在那边在看书的时候 打电脑的时候 也可以享受八台那种舒服的感觉 然后等于你是用了家具的方式 去区隔出不同空间的属性 就是桌子那边可以就是 晚上睡不早可以简单就是聊天 然后吃点东西 然后看个电影这样 那灵感来 她就可以坐在那边 花她想要做的东西 那就是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机能 都没有被影响到 那我也可以就是可能休息 那你这样子用家具来区隔的话 你在挑选家具上面 你那时候希望她的风格是什么 你如何挑选这些 你现在摆放的家具 我太太她很喜欢一种自然的感觉 然后沉稳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 比较灰色系的家具 然后木色 原木的那种家具 那当然她也很喜欢一些 比较清新的蓝色 所以我们就搭配了一些 土耳其蓝啊 然后木头跟灰色 然后以及一些漂亮的灯光 来做搭配 然后我也发现 你们在灯饰上面的选择 就是其实在挑选上面 你好像也有自己的喜好对不对 是啊 是啊 其实我们很喜欢比较自然 比较单纯的灯具 我们不喜欢太复杂的 所以你看到我选的灯具 其实它都是比较 没有太多装饰性的 可是它灯亮起来 它可以让整个里面的空间 产生一种很温暖的氛围 那在家饰的部分呢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发现你也摆了很多的 比如说像相框啊 然后甚至有一些 搭配一些家饰品 我觉得整个空间又带一点点 有点像是浪漫的发饰的感觉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那时候怎么在摆设这些家饰品 其实我们的相框啊 当时在买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棒的idea 就是我把我们过去 所写了一些卡片啊 就把它当成相框里面的照片 那所以我们在选相框的时候 有大有小 那我就会把我们过去的卡片 都放到里面去 那比放照片来得更加 能够有一些经典性 其实利用像这样子 不同设系的相框 达到装饰的效果 但是又可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对不对 真的改变超大的耶 而且我好喜欢这个客厅 好有那种都会曼哈顿风格的感觉 点语我后来发现 你在挑选一些收纳的家具啊 你有刻意就是 比较强调它的功能 而且甚至是你有不同的 分配的方式对不对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在这个客厅里面 其实它还包含了像 还是有衣柜的这些收纳家具 甚至是有些上吊柜 那你当时的挑选的原则是什么 其实当时这个衣柜啊 你看它够高嘛 它是我们在整个家具里面 挑比较高的 那它刚好可以做一个隔间 所以这样子可以 偶尔把一些光线给撒进来 让我里面也可以感受到 光线的温暖 那这些收纳柜啊 它不是那种很制式的单体式的 我可以利用它去组合 出不同的距离 那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整个系列这样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也发现到 除了家具的风格之外 整体的配置上面 其实它带有一点点 比较中性的感觉 有点像比较男生牙皮的感觉 那你自己 还有或者是你的太太 也喜欢这个风格吗 对 因为我太太 其实她喜欢比较中性的颜色 比如说灰色啊 工业风啊那样的感觉 那样的感觉 在房间里面有感觉太冷了 所以我们会加入一些暮色 然后加入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灰色 或是一些简单的白色 然后搭配让我们的感觉像是比较温馨的房间 所以这样整体空间看起来呢 其实它带有一点点就是中性色的感觉 然后融合你跟太太各自喜欢的风格 其实结合在一起它有一点 成绩是温馨 但是又让人家感觉非常的舒服 我现在最喜欢的空间 应该是我们这期的沙发区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这边放松 然后旁边有搭配我们原来的一些按摩椅 让我可以在这边把一些 一整天的工作来得先舒缓 而它也可以过来到这沙发上 偶尔就躺在这里 小睡一下 享受一下它沙发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就是之后我未来新生活能自在 然后品质上都有一定的保证 那就是很幸运啦 遇到它能帮我注意到这些 能够在一个新的空间里 走向一个新的生活 然后在里面经营我们生活的大脚事情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有好的家具 有好的空间配置 更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 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感受到另外一种 我们过去没有感受到的层面 那种彼此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 也是我们生活中记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看了帅气型男为了心爱的妻子 透过瑞典知名家具的收纳柜题 以及家饰品的布置 让新欢房统一了居家风格 又做好完善的收纳分类 让原本杂乱不堪的房间有了新面貌 打造出雅匹风的新欢爱潮 未来将陪伴着两人 继续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卖一个这样的 teknolog席